中国著名歌唱家蒋大为的妻子在加拿大的生活近况被媒体曝光 他那富泰的体型和贵妇般的气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悉,自从结婚以来,蒋大为的妻子从未做过家务 这一消息让许多人对这对夫妇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蒋大为,以及深情的歌声和多首筷子人口的歌曲,在中国音乐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 但近日,他的妻子在加拿大的生活照片被媒体披露 让公众得以以亏这位歌唱家背后家庭的日常生活 照片中,蒋大为的妻子身穿华贵的服饰,体态丰满,气质优雅,给人一种贵妇般的印象 他在加拿大的生活显得非常惬意和舒适,无需为日常家务操劳 这得益于蒋大为对他的宠爱,以及他们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 这一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网友对蒋大为妻子的生活方式表示羡慕 认为这是幸福婚姻的体现 同时,也有人对蒋大为的宠爱和他们家庭的和谐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和支持的表现 作为蒋大为的歌迷,我对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 这次关于他妻子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他在家庭生活中的一面 他的妻子无需为家务操劳 这不仅体现了蒋大为对家庭的责任感 也反映了他对妻子的深爱和尊重 蒋大为的妻子在加拿大的生活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背后的温馨家庭 他的妇态和贵妇气质,以及无需为家务操劳的生活 都是蒋大为对家庭的关爱和呵护的结果 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够继续幸福美满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样的报道让我们意识到 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 家庭的幸福和和谐都是最重要的 蒋大为和他的妻子用他们的方式诠释了幸福婚姻的真谛 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和维护自己的家庭 让爱和尊重成为家庭生活的基石